今天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看到有最新的画面 其实传进来的是什么 是一个大箱子 现在到了上海 为什么呢 这里面是猫熊 鸦鸦 鸦鸦回家 回到中国大陆了 所以我们看到 是不是导播也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比较新的这个 及时的新闻画面 对 因为今天抵达 那真的也蛮辛苦的 因为航班的时间 大约有16个小时 希望呢 能够从美国田纳西州 Memphis这边 回到了中国大陆之后呢 可以过上好日子 这个应该可以获得 非常非常专业 细致的照顾 那现在看到 没办法 没办法看到鸦鸦 是因为呢 他还要隔离检疫 大概30天 那之后就可以再跟大家见面了 也非常的期待 哎呀 你看多可爱 希望他能够在这边很开心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好 来来来 这个赶快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 我们先来说 昨天我们在节目第一时间 我们就为大家插播分析了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那么他跟这个乌克兰的领导人泽伦斯基有通话 那么通话大约是一个小时 但是呢 是不是真的会拿到具体的成果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但是呢 现在根据外媒的报道感觉上好像是在通往这个和平的道路上面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说不要忘记我带向我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根据Bloomberg的报道说马克宏计划要跟大陆联手促成俄乌的和平谈判 而且马克宏已经授权他的外交事务顾问跟王毅协商为俄乌谈判制定框架 而法国甚至认为今年的夏天就有可能促成这个谈判了 所以赖老师是不是意思就是 马克宏现在是很希望能够在延续之前在这个中国大陆访问的这个进程 然后呢在接下来真的可以把马克宏都带上谈判桌 这是一个好消息 法国愿意跟中国大陆攜手合作 这代表中国始终站在这个正确的这一方 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往中国这边站队了 因为之前中国在这个主张要直战和谈 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因为战争你打到最后还是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 任何战争都一样到最终还是要谈判来解决 那也就是说政治是解决战争的唯一的方法 那如果能够双方在没有谈判之前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在准备最后的谈判的时候 一定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 所以我们一般估计现在双方都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的来临 因为谁在能够彻底把对方击垮 这个时候他会站在最有力的谈判的这一方 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双方其实谁都没有把握 因为不管是俄方也好 乌方也好都在做准备 但是谁都没把握 可是大家知道有一件事 一定有把握的 那就是战争会非常惨烈 不管是俄方或是乌方都会很惨烈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出手了 就告诉你说何谈 其实当时俄方跟乌方都需要一个 具有全世界分量的大国出来调停 彼此之间已经剑拔弩张的 这个关头好 中国在这个时候出手你看 美国酸到不行 可是很快的这个舆论在国际间燃烧起来了 法国第一个响应 对啊 而且还说已经派了一个顾问 是外交事务顾问博恩跟王毅协商了 法国的体制很特殊的地方是 总统有他周边有十几个顾问 每一个顾问基本上就负责一个领域 各司其职 对 那这一位是外交顾问 他就是负责跟外交部对口 因为外交部他本身法国外交部的政府 他上面还有一个总理 可是问题是你总统怎么去掌控 他底下的各个部门 还有总统的意志怎么到各个部门 透过顾问 所以这一位顾问就是总统最信任的人 那由这一位顾问 他会直接可以下令 不是 其实不是下令 他还是会跟总统报告 总统做最后决定了以后 他会传达总统的指示 好 那你想 这一位顾问这么重要的人 他跟王毅直接对口 那我觉得如果能够把整个欧盟拉进来 哇 那这个时候美国 你要唱反调就不行了 而且呢 可以把谁一直在想把欧洲搞乱的 那一个阴谋家 那个阴谋国 就把他扶上台面来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法国这次你看 德国跟欧盟的冯特莱恩 冯特莱恩是多恨忠啊 可是你看 他还是被马克宏拉进来了 所以德国 法国连线 西班牙 葡萄牙会跟上去 那你想 东欧的国家一看 情况也应该要有所表态了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势是比以前好了 所以我觉得 可以用审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但我不是说大乐观了 审慎乐观是可以的 是 审慎乐观 但现在你知道 本来呢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 有所谓的春季大反攻 对不对 老师 那春季大反攻都还没有开始 结果反而已经先看到了 中乌两国的元首通话 那这算不算是通话时间提早了呢 如果这个是时程提早了的话 究竟是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挑在这个时机点通话呢 难不成是跟最近 这个法国的这个驻法大使卢沙野 他的这个谈话引起了一连串的这个风波有关呢 本来你看到 哇 好像很多的欧洲国家 听了他的发言西方国家了 都很感冒 结果呢 现在你看欧盟主委会发言人 对于这个两国的元首通话 对此表示了欢迎 那么也特别强调就说 确实这是重要 而且早就应该跨出的第一步 所以在时机点上 是不是抓得刚刚好 刚好就也跟卢沙野事件有关呢 的确这个通话的时间点 是有点耐人寻味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早在习近平去访问 这个莫斯科建普廷之前 就一直有传言说 他会和泽伦斯基同话 但我们可以看到 这已经延宕了好一阵子 都没有消息 包括到上礼拜为止 都没有蛛丝马尖 而且大家会赛 到底是不是就会成为一个破局 结果就在昨天 这个消息就出来 的确实际点跟这个卢沙野的一个 言语上的风波是有一些关联 但是我们其实不得而知 但我觉得这动作 对北京来说是重要的 因为假设你要扮演这个中间人 第三方调停者 而且在2月24号提出 我们都很关切的 12点立场方案 你就不可能只在一边做磋商 你要扮演的是穿梭外交 穿梭外交意思是说 我要对两方同时要展开一定的工作 同时也包括要派出一些特使 到欧洲地区跟主要国家讨论 因为目前看起来是 俄乌很难有直接的沟通 所以这穿梭外交 其实我们都不陌生啊 因为有点像是在冷战时期 60年代 70年代 美国在中东扮演的角色 所以这动作一定会做 只是时间点 那至少它跨出很重要的一步 加上法国在后面 假设有一个分工合作 当然法国可能也不希望光环 完全被中国大陆给拿走 这也是马克风 他心里在想的 那同时对乌克兰何尝不是如此 因为对乌克兰其实有两条路 第一个是你要在战场上有扩胜 要摆脱僵局 你不能再陷入民造当中 而且你要想办法摆脱 如影随形的所谓的乌克兰疲乏症 但战场上你要取得绝对的胜利 大帆功春季到夏季 我觉得几率还是很难 你很难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 第二个就是要走政治解决道路 但政治解决道路后面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角色很关键 所以这一次我认为 泽伦斯基跟习近平通话 我认为美国还是知道的 但它也没有办法阻挡 因为阻挡很尴尬 虽然它之前已经有帮出一些风筝说 这个任何的什么和解的 什么停战的东西都是不攻不振 是帮助这个莫斯科 帮助这个普廷去巩固自由的现状 它专话讲得非常多的确 但是这通话它没有办法去禁止它 因为这是乌克兰自己的强望 其实挡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三方 其实后面都有很多戏跟他们的考量 而且是泽伦斯基要通这电话 谁需要谁比较大 目前可能是泽伦斯基 你需要中国大陆扮演的角色更多 你觉得他就两条路可以选了 对 但是因为你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 美国的白宫的这边的发言人在说什么 说事先不知道 所以大家就会很好奇 你看Kirby怎么讲 美国是很欢迎这个通话 这是好事 但我们也不清楚 这是不是在通往和平的进程上 迈出有意义的一步 这个话的确是蛮酸的 韩兵 所以你觉得泽伦斯基是敢怎么样 先就直接跟习近平通话 而不先向美国报告吗 这有可能吗 因为这是美国自己官方这样的说法 我完全同意李教授的说法 我不认为美方不知道这件事情 不可能不知道 他不敢让美国不知道 你觉得美国连他所有的某某都监听 你觉得泽伦斯基他会不监听吗 监听 差点忘了 所以他一定会知道 他我觉得 他知道之后 他自己知道是一回事 泽伦斯基有没有主动告诉他 又是一回事 所以这个泽伦斯基可能 也不用讲 反正美国也听得到 那我觉得 泽伦斯基 就算美国监听了 泽伦斯基还是会主动告诉他 因为泽伦斯基现在所有的来源 资源都在美国 他敢不跟美国讲 就去直接跟中国大陆联系吗 胆子没那么大 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但是我觉得泽伦斯基 一定是告诉了美国 他有哪一些迫切需求 他必须要去跟习近平通这个电话 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件事情 所以只好让他通电话 可是美国不能够告诉大家我知道 因为第一个 他不要让大家觉得说 泽伦斯基是被我操作的 他不能让大家有这种感觉 那第二个就是 他把自己留在一个不知道状况下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这样他就可以去拴一下或干嘛 然后他发出这个语言 其实是一个很无意义的话 废话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这不是废话吗 而且和平要这么一处可及的话 那早就和平了 也不会等到现在 所以美国当然就故意拴 他也在静观其变 那当然他 私底下工作一定做得更多 那可是问题是 泽伦斯基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么迫切 刚刚你说可能是卢沙野的一些问题 我个人认为卢沙野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重点是在于 我个人认为乌克兰这边一定出了一些什么状况 包括前几天他突然之间对了俄罗斯境内 库斯克这个地方发射了炮弹 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这样高调的行为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认为乌克兰内部出现不稳的迹象 恐怕一些派系各自有各自的处长 你说政权 泽伦斯基的政权不对 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是用这一点去说服美国 如果你不让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介入的话 可能我这边会非常的不稳定 到时候可能会超出美国所能控制的范围 我觉得他至少有一些理由 才能够说服美国去做这样的事情 不然的话美国应该会把他押住 不让他去做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台面下 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一堆暗潮都在汹涌 所以当然习近平已经跨出了这一步 习近平也是不见兔子不杀鹰的人 他没有把握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和平 他可以先不接啊 和平是开始有进程了 但不见得会这么快 那至于刚刚说马克宏会 不想让习近平掠过他的风头 我如果马克宏真的这样想 我直接讲马克宏你死了这条心吧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法国独立能够促成和平 你早就促成和平了啦 你已经去讲了几百次了 对不对都无效啊 是 所以如果和平能够促成 那一定是中国扮演的角色 法国只要能够在旁边敲边鼓的角色 这个对法国就已经很好了 因为只要能够促成 就是在这一次促成和平头 法国能够占一个角色 法国显然就会变成欧洲的盟主 是 我觉得对马克宏来讲 这样已经很好 是所以现在其实呢 这个我们要看的是 美国讲的话 听起来有点酸 但是美国会怎么做 这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赖老师 这个美国会乐见其成吗 还是说美国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 他会有不同的做法 那这个所谓的做法是要出什么招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现在大陆媒体目前呢 你看都几乎都是什么 都是肯定的 然后对于接下来的和谈 是表示乐观的 越来越多这样的论述 比方说牛团琴这边也说 打完真通电话 泽伦斯基信心满满感觉 输了一大口气啦 然后甚至有人就提说 有没有可能就是下半年啦 甚至连华府的智库都说 中国或许可以透过分别 给俄乌双方胡萝卜的做法 让这场战争是以中国的方式结束为 这是华府自己的智库 有学者这样分析 好 所以回过头来 第一 Kirby这样讲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美国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要问的是乱 对谁比较好 对谁比较不好 因为如果欧洲继续乱下去的话 是不是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对啊 那很明显的绝对是 过去这一年看起来是 对绝对不符合欧洲人的利益嘛 但是看起来是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因为它使欧洲人 更依赖美国这是事实 第二个它使美国人从欧洲 获得更多的经济上的石油的 等各种利益 对 那由于在安全上更依赖美国 所以美国要对于要欧洲做什么事 这些国家基本上都不得不买单 所以这个对美国是有利的 何况我们也看到斯德哥尔摩 最近公布一个数据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欧洲的这个国防经费全部达标 对 美国本来就要求 它的盟国全部要够达到2%的GDP 过去欧洲就有1.3左右 你看在今年去年全部都达标 可是不要忘了去年是欧洲的经济 很惨的一年 到现在还是很惨 可是经济那么惨的经济下 欧洲的国防经费反而增加 而它的民生的社会支出反而减少 等于是人民更苦 而政府还硬了头皮买单 那就是什么 因为乱对美国有利 所以我个人认为 美国一定会在暗中继续死坏 要让它继续乱下去 它才能够持续保留它的利益 因为这样子它的利益 才能够一直能够获得 所以我个人觉得 美国嘴巴讲说 欢迎乐观其成 但是绝对会要责任司机 继续打下去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俄国也在准备 这一场大的战争 乌克兰也在准备 这场大的战争 很有可能这场大的战争 在春末下出的时候就开战 所以下个月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五月份开打 我觉得五月份 等土更硬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开打的机会就出现了 那什么时候和谈 我觉得要打一阵子以后 双方尤其是乌克兰 没有获得他想象中 那样的有利的态势的时候 他可能会愿意真的静下来谈 所以我觉得不会说 因为习近平这次应约 跟泽连斯基通完电话以后 然后乌克兰就说 好那我愿意先暂时修兵 然后俄国也说 好那既然你愿意暂时修兵 我也愿意暂时修兵 我想应该不会 所以乌克兰还是应该 继续在整军金武 准备一个大的一个作战 那俄军也一定在情报中发现 乌军还是在继续做部署 所以他不可能就因为这样就暂停 中方也不会说你俄国 你沙安误动 那因为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的情报要确定 乌克兰是完全禁止不动了 但是如果还是有的话 还是在做最后的部队的调动 那因为这个军事卫星都可以侦测的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中方不会去拉偏降 不会去要求任何一方 因为这样的话 你会害那一方在战场中陷入被动 那最后你要进来调停 就没有能力来调停了 所以不会有泽伦斯基政权不稳定的问题 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他泽伦斯基政权不稳定的情况 你要看美国想不想把它推翻 关键在美国 美国真要保住的话 他不会动摇的 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能力把泽伦斯基推翻 因为他们也乌克兰的派系也都知道 泽伦斯基目前有美国提 那美国要把它扳倒的时候 他们就他就倒了 所以泽伦斯基的倒 绝对是来自于美国的首肯 或是美国的授意 所以刚刚我们在讨论的就是 这一番通话呢 那要来看一下美国的态度之后 那俄罗斯呢 俄罗斯现在是不是真的指责乌克兰 拒绝与莫斯科对话是 那当然呢 俄国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随时欢迎一切能够让乌克兰获得和平 跟达到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事情 那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呢 也说我们有注意到中方愿意为促进谈判 付出努力 原则性立场跟中国立场是广泛相同 但是目前基辅不接受任何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合理的倡议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对中国大陆要做的努力 是肯定的也看到了 可是老师现在是怎么样 对乌克兰还是很不满 所以俄罗斯并不想要跟乌克兰和谈 我觉得基本上 以俄罗斯的角度而言 他是不太乐见习近平跟泽文斯基通的这通电话 但是呢 他的不满他只能对乌克兰发作 他不可能对习近平有任何的批评 那我们也知道倒过来 对中国大陆而言 他跟俄罗斯还是距离是比较近 对 一定是停战停火 这在国际间里面 所有的爆发的冲突 不管是国内内战 国与国冲突 第一步一定是停战停火 才有可能是国际组织第三方进来 做政治解决 对 要先停战停火 但是如果有一方不愿意的话呢 对不对 就没办法调 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我对这通电话认为它是一步 但是我并没有那么的乐观 可能它需要好长一阵时间 才能看到最后的开花结果 那下半年可能吗 哎呀就不想再拖了 我可能甚至没有到那么乐观 是是是 我个人个人的猜测 好 但现在呢 这个大家在看 这一次啊 苏丹有点乱 所以呢 要撤就赶快撤 对不对 韩兵 结果我们看到的是 大陆国防部啊 宣布是中国解放军 派军舰 去到苏丹 直接接人 把人接走 然后呢 也看到网络上公布了影片 我们看到影片的截图是长这样的哦 危险时带你回家 这是祖国给的安全感 然后你也看到了在影片当中呢 这个有士兵就拿扩音器喊着 请大家放心 我们来了 大家安全了 哇 结果呢 当然啊 这个行动 当然就非常的积极 也迅速 但是这个世界显示出什么 是解放军 尤其是海军舰艇他们的实力吗 否则怎么这么快 说要接就能接得了 哦 其实因为解放军一直都在那附近 因为索马利亚海盗的关系 所以他们长期都有舰队在那附近巡逸 就是要保护商船啊这些东西 那当然索马利亚海盗是一个问题 但最重要的是 因为解放军过去一直都是 早期都一直在他进岸活动 那索马利亚海盗这个活动 刚好给他提供了一个远洋训练的一个机会 所以他最近这十年来 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做这样轮替啊 一方面做训练 一方面也是维护治安 那刚好现在苏丹出了这个问题之后 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那很多时候海军哦 不一定是要作战才能够显现他的实力 而是在这种比如说发生这种国际的危机的时候 像我随便讲 世界上目前有办法派自己的军舰去撤条的国家就没击 我讲实在话 基本上就是这样 除了中国还有谁 大概安理会五大国都有这个能力啊 其他的国家就没几个有这种能力 因为你撤侨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第一个你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实力 你的船舰才能够通行无阻 然后你还能够有这么多的船舰 那甚至有这么好的一个协同能力去运作这样的事情 还有远洋的补给能力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国力的展现 那当然这段影片本身是一个宣传没有错 可是要宣传你要有这个实力才能够做这样的宣传 我随便讲 飞兵上次不是就就号称 台湾一旦发恩战事他撤侨15万 我就说你胡说八道 你哪有这种实力去撤15万 不要说15万1500人你要撤都很难啊 我讲实在话 撤侨不是像大家想象这么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实力的展现 你看这次苏丹出乱出这么久了 除了中国大陆还有几个国家去撤侨 就没有 我这边补充一下 因为你会看桥基海外的中国人 越在国外住越爱国 然后越在国内的埋怨越多 那为什么在国外的华侨 尤其是大陆的侨民在海外工作的 他们越爱国 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家的艰难 他们也知道这个国家强大的重要 然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外面逃生活的艰难 然后所以呢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的保护 其实是很重要 你看在这一次的这个苏丹内战的交战双方中 你看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可以让双方都必须要确保中国侨民是不能伤害的 也就是他们也双方 第一个不敢伤害 第二个不能伤害 然后第三个中国提出来的要求 他们都要满足 所以中国在紧急的时候把船舰派来 而且呢也把车子送到这个内陆去 把他的各个侨民一车一车的 接到码头 然后这条通道 这代表说解放军的实力 不管是政治的影响力 军纪的力量 还有军事的实力会让交战双方感觉到害怕 有压力 他们有压力 而且他们也尊重 就是第一个他们尊重 第二个有压力 第三个他们知道中国得罪不起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华侨 那些侨民 他们一定是哭的 或是很多人会感动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你看到那些画面 他们越在海外工作的人 他们越爱这个国家 不过就也因为解放军有实力 所以是不是给菲律宾有压力 甚至也给美国有压力 所以美菲联合的这个军演呢 我们看到了这一幕 出动海马是在菲律宾领海 模拟集成军舰 这是在针对哪一方吗 而小马可是 賴老师你看 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望远镜在那看 其实要看就看嘛 特别还举起望远镜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他还坐进海马是乘客座来听解说 在登上检阅台 那这个呢也变成了 就让小马可是啊 变成了史上第一位拿着望远镜 亲自视察美菲军演的菲律宾总统 不过说真的啦 海马是有点lots up 因为什么呢 美军有一辆海马是火箭炮 他发的六枚火箭弹 怎么全部都脱把呢 这个其实真正的演习 你要100%的命中 除非说军队的训练真的非常好 军队训练很好 也包括你的所有的炮弹的 维护养护作用要非常好 那为什么小马可是他要拿这个望远镜看呢 因为他是在打在12海里内 我们都知道12海里就领海 他的是22.2公里左右 那因此这次的把船是在20公里 所以他只要在高一点的地方 因为在水平面嘛 他拿望远镜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在这一次中是打在领海 坦白说这样的一个防护射击 或者说一个领海内的一个保护射击 肩并肩 你要把它延伸到说是对于解放军的一个动作是大可不必啦 因为第一个解放军没有理由也不会去占领菲律宾 除非你菲律宾去攻打挑衅中国大陆 那你挑衅攻打中国的领土 那中国的当然就会攻打你的领土嘛 那如果没有这个动作的话 解放军怎么会打你的领土 那不会打你的领土 你在你自己的领海内 举行这个导弹的一个射击 坦白说多此一举 那美国人他就要演戏 那就大家就演给他 就演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小马可是就是演给美国看的 那演给大家看一下说你美国人就好好演嘛 那演个落差的 就演个打不到的这个海马士 那就让人感觉到说原来买了400枚海马士 台湾不是也买吗 我们是买了那个鱼刹导弹 那最近也想买这个海马士 对不对 原来买了以后 假设你买了100枚 能不能开用率 能不能达8成也要考虑一下 因为很有可能到时候在演讯 或者是真正在作战的时候 还很大的打不到 然后例如说因为训练不够精良 二方面可能保养的不够好 三方面可能太紧张 描准不够 第四方面可能被电池战的关系 哎呀反正可能到最后 开用力不到一半有可能 对啊 可是靶劍没动啊 哎寒冰 所以怎么会出现这种场面呢 这不应该是美非所乐见的吧 尽管只是军事演习 不去争打仗 可是居然会通通脱把 其实你说脱把个几枚 我觉得是很正常 但是一起都脱把 那这就是有问题了 表示他本身 不知道是装备保养的问题 还是其他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要赶快去研究 不然的话这样很拉残 因为海马士发射的火箭袋 是很贵的火箭袋 所以没有中就很丢脸 那再来我觉得很奇怪 他去瞄准把船 所以他一直打船吗 你要知道海马士虽然有导引能力 但是小范围的导引能力 那船在海上是到处跑的 请问一下你到底要怎么打 对啊 所以他的战术想定 是对方的船定在那边 不动给他打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船 所以我就觉得 这种就是完全是表演性 直大于一切 那大家真的看看就好 就是虎一般的老百姓不懂军事 就是让大家哇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这样的话 可以学以前清朝的时候 你再把从上面直接装炸药就好了 对啊 到时候你射出去 碰他自己爆了 大家都很高兴不就好了吗 哎呦 好啦 那大冲老师 现在问题是台湾说也要加强国防啊 所以五月天啊军火团来了 这个是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 五月初会来 拜放很多的单位 包括国防部 还有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等等 但是有网友呢 却直接就说 美国是要来收保护费 来赚战争财了 那结果现在呢 这些公司 这些军火商 到底他们要跟台湾 是怎么个合作法呢 对那 呃 这些国防合作厂商 一定是在商严商 会有他自己的商业利益啦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其实这么多年来 我们跟美国在这方面 是还蛮紧密的一个关系 从台湾关系法到现在 1979年到现在 是 那以军售来说好 我们可以看欧巴马实习 8年140亿美金 到了川普4年而已 大概就有大概 将近183亿美金 美国对台军售 拜登到现在是两年多 大概有通过10次 但金额可能都不大 是比较是后勤零件 或是一些相关的 一些其他的东西 还没有比较大型的载台 我会认为说 台美这三方面合作是重要 但毕竟我们要想 我们的丙有限 预算有限 国防预算也有限 你要怎么样 把钱花在刀口上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是 好 所以现在 刚才我们在看 有刺针飞弹的生产商雷神 你看还有 这个标枪飞弹的生产商 韩冰之前还有听到说 他们这一团来 还要跟台湾洽谈的是 合作这个无人机的生产 所以现在呢 是怕台湾到时候不够的话 就是自给自足 是这个概念吗 你可以从自给自足去想 但是在我看来是 美国军口商的发财之路 也就是很简单嘛 因为现在如果以美国 自己本身的生产线来讲 它光供乌二战争的战场 都不够了 它哪有办法生产 台湾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呢 那美国一直在吹嘘说 台海之间快要打起来了 那我们这边显然有 急迫的需求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很简单 就帮美国军口商 创造了一个契机 我授权给你制造 是 对啊 我授权让你去做 反正 这个对美国来讲 其实是相对低阶的武器 它也不太在乎这种东西 那所以就目的 就是要让这些军口商 赚授权费 其实目的就是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 这一些东西 你的生产线建立起来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花很久的时间吗 随便都要好几年啊 这是最基本的啦 而且这种东西 你要知道有一些 技术台湾不见得有的 还要人家手把手来教你 是不是教的会 什么时候才能够验收成功 这个都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 前期光预置这段时间 厂商就可以赚很多钱 那等到他们赚完这段钱之后 搞不好台海真的打起来 他们就不用后面了 他钱赚完你就走了 也不用帮你车了 所以就是说来不及生产其实 不见得来得及啊 这最起码要好几年的时间啊 没有那么快 所以怎么看起来 我怎么看这都是一笔好生意而已 所以赖老师本来还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这个 学到一些什么技术啊 因为要生产嘛 所以这样看起来乐观吗 还是说都只能拿到 比较低阶的技术 低阶技术一定可拿得到 但是台湾也不见得需要 不过关键的核心技术 美国不可能给 美国从来没有给任何国家 关键的核心技术 而且呢这些关键核心技术 生产一定是在美国本土 因为它的体积不大 可是你没有它 你的东西就是用不了 所以你即使做了一个武器都出来了 没有它安装上去 它就是没用 而那个东西美国是从来不会放出来的 那因此那个东西体积小 那么运送方便 可是美国完全可以掌控你能够有 几枚几个载具 它完全能够控制在手中 那如果哪一天 你越你越用它的东西 你就越依赖它 那它哪一天不给你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所以你就会变成更依赖它 那这个对美国人来讲 它就可以捞它所要的钱 也就是我移转给你 我移转费 还有我的智慧财产权 但是生产在你这边 那我今天要你帮我生产哪边 你就要帮我生产哪边 因为你不生产的话 关键技术在我手中 我要给你多少给你多少 你生产的不见得是你能用 我要你把你拨到哪里去 地方去 你还有可能被我拨出去 别的地方使用 我就说台湾生产的 会输出到其他的地方 有可能会生产的输出 所以我觉得 因为你没有关键零组件 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用 我们在军队服务的时候 我们太了解 美国的那个东西 绝对不会放的 台湾没有真正得到 高阶技术的好处的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级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